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播 各位观众午安 我们持续带您掌握 这一起发生在上午大约是八点多钟的意外事故 好 这一家立荣航空编号B79091 原本上午是要在八点半从台北松山机场飞往马祖的南干机场 但是疑似在飞到南干机场降落的时候撞到了跑道外围的B堤 结果导致右轮爆胎 由于在南干机场这个地方跑道是比较短的 因此当下是立刻要求返回松山机场 不过透过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惊险镜头 就这样一路晃着已经破掉的轮胎皮回到了松山机场降落 好 当时已经立刻通报了松山机场的航管人员 是协助牧师引导降落 好 全程航管都有派出协助引导同学 立刻通报了并安会 但是因为这起意外事故导致在机上的旅客有70人 飞行员两名还有空服员两名 74个人可以说是饱受了一场惊魂祭 当下呢消防人员还有消防车是立刻到了这个跑道 还有机棚待命 不过索性这起意外事故是在这个11点08分 顺利降落在松山机场之后平安落幕 但是机上旅客可以说是饱受惊魂 现在根据了解呢 所有旅客都已经下机了 同时搭上了接驳车 目前是人机均安的状况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起意外事故呢 现在主管机关包含运寒会都还要进一步调查 但是呢也因为整起意外事故 导致松山机场是关闭的状态 预计呢会关闭到这个1点钟左右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重新开放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也因为整起的意外事故呢 导致松山机场的航班起降是大乱 原本呢预定从印度返回台湾的有一架日航班机 是要再往台湾的侨胞回到台湾来 但是因为这起突发状况是转往桃源机场降落 不过呢这起利用航空的意外发生原因 还有到底在今天影响到多少的航班 还有飞机起降作业 这个部分都还要再进一步了解 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掌握的最新状况 把时间镜头还给棚内主播 好如果来自现场更新的讯息 我们会持续带您关注